就是跟网友约会之后 我就是发觉 他总是要 要往我们附近的一个城市 总是要找什么借口去 后来我侄儿媳妇 要去看病 他也是说要找他陪去去 我这个也觉得不正常 但是呢我就觉得 有一些事情就放你去吧 你去一次看一看 回来之后我查看他的手机 上面有两个 电话 就是是月间的十一 十一点是他打给那个的 他打给别人 大概谈了 两分钟左右 因为平常吧 他在那个城市 没有其他朋友 有的我都知道 他也要告诉我 这个人是我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不正常了 回来之后他放我手机 我跟他侄儿子去看病 媳妇去看病 我到了之后 安顿下来以后 我给那个司机打过电话 我说你们明天早上 什么时候走呀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完 就和你一起走了 我当时呢也心悔意冷了 我说 我跟你真的没法过来 你出去做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都没有想过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他也不会跟我说真话 反正 可是就凭这一个电话 而且就一个一分多钟 不到两分钟的电话 就一定有问题 他说是一个跑车的 他是要联系那个驾驶员的 第二天方便回来 在我当时来想 这个事实不是太能成立的 因为从那个城市 要回到我们那个地方来 随时都有车 不用提前联系 而且他不是跟你的 侄儿媳妇一起去的吗 我的侄儿媳妇 我我也问他了 他说我 我当时那天很累 到了之后 我躺下马上就睡着了 他都给我指你 打电话之后 我指你就马上打电话 给我说 我在叔叔怎么回事呀 问我昨天晚上 你在不在之嘴的话 我觉得 肯定你出去 首先就目的不正常 出去肯定也至少 就会见到网友了 我好生气哦 他想什么就是什么 我解释我解释没用 我虽然说生气 但是我已经习惯他了 他主动找来跟我解释 我还是第一次那样 再次相信他吧 就是这样 事情就过去了 又是假装 也可以说是这样 内心来说是不接受的 凭着妻子手机里的 一个通话记录 范先生心灰意冷 延展出了很多剧情 他认为 妻子行为不端 密会网友 而这一次 他虽然同样是 内心早已认定 但是依然还是催眠自己 再一次假装原谅 可是就在两个月前 他无意间在妻子的包中 找到了铁证 这一次 他再也无法假装原谅 我在他包里发现了 机身用性 一个外壳 只有这指甲这么大一点 我会蠢到这一步吗 要不你就在我包里 收到一盒 也还可以解释 要不就收到一盒 也可以解释 范先生觉得 自己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而这段婚姻 也算走到了尽头 所以事发后不久 他就跟妻子 去办理离婚手续 把离婚协议 交到那个 办事人员手里 办事人员说 你们这个离婚协议 没有写好 我们不能跟你办 这个小插曲 让离婚事宜 耽搁了下来 但是两人的心结 一直未解 那么范女士 为何总是深陷这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 怀疑事件中呢 委屈的范女士决定 从最近的一个 怀疑对象 开始控诉 试图让大家了解 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而是丈夫 实在太脱心